第2301章评我牛逼 不仅仙古妖 场中所有人都有些猛了 千宝阁南庆何许人也 那可是仙宝阁啊 就算诸神借几大势力都要给他面子的 而此刻 他竟然跪倒在夜悬面前 谦卑至极 这是为何 千古妖完全无法理解 而那颜边月也在这一刻彻底猛了 什么鬼 这南庆直接跪了 可以这么玩的吗 颜边月颤声道 南庆兄 南庆突然怒吼 什么南庆兄 颜边月 老夫与你没有任何交情 你不要套近乎 颜边月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南庆 南庆兄 这么现实的吗 南庆低声一叹 颜公子 我是有些过于现实了 但 我想活 抱歉 颜边月指着夜悬 有些怒道 他难道比我颜家还厉害吗 南庆苦笑 颜公子 没有可比性 完全没有可比性 文言 颜边月脸色瞬间煞白 因为他知道 南庆不会骗他 这一刻 他面若死灰 心中开始恐慌 惹到不该惹的人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天际传来 叶公子 请手下留情 声音落下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场中 来人 正是颜家现任家族颜修然 颜修然当即对着叶玄深深衣礼 叶公子 全子冒犯 我给您磕头了 说着 他竟然在众人目光之中直接缓缓跪了下去 所有人愣住 叶玄也愣住 直接跪 这可是颜族族长啊 叶玄看着颜修然 不说话 颜修然突然掌心摊开 一枚那剑缓缓飘到叶玄面前 那剑内 有两千万条皱卖 两千万条 颜修然在此深深衣礼 叶公子 若是觉得不够 我再凑 叶玄微微一笑 颜族长 你身为一族之长 没有必要如此的 颜修然苦笑 他是我儿子 儿子犯错 颠来扛 没毛病的 文言 叶玄愣住 儿子犯错 颠来扛 这一瞬间 叶玄突然尖鼻子有些发酸 叶玄突然转身 不让众人看到他的脸 肩骨腰于李雪看着身旁的叶玄 有些猛 因为他们发现 叶玄方才那一瞬间 目光之中竟然有泪光闪烁 叶玄不是一个感性的人 但当在听到颜修然的那一句话时 他忽然觉得有些酸楚 片刻后 叶玄转身 他掌心摊开 颜修然的那戒落到他手中 颜族长 这钱我收下了 带着你儿子走吧 颜修然深深衣礼 多谢叶公子 说完 他起身带着颜边月离去 叶玄突然道 颜公子 你有一个好父亲 今日之后 做一个成熟的人吧 颜边月沉默 颜修然深深衣礼 然后带着颜边月消失在天际尽头 叶玄看向南庆 笑道 回去吧 南庆深深衣礼 叶少 属下倒退 说完 他将之前颜边月祭他的那没那戒递给叶玄后 转身带着身后九人直接消失在原地 叶玄看了一眼手中那戒 笑了笑 然后收起 他转头看向仙谷妖 笑道 你是来帮我的吗 尖谷妖神色平静 看来是多余了 叶玄笑道 谢谢 尖谷妖沉默半赏后 道 你曾经对我说的话 都没有骗我 对吗 叶玄点头 尖谷妖看着叶玄 我们不过是第一次见面 你为何就对我那么诚实 叶玄笑道 因为我对你有好感 尖谷妖愣住 叶玄微微一笑 交朋友 自然要以成相待 尖谷妖沉默片刻后 道 既是朋友 那可以帮我一件事吗 叶玄点头 你说 尖谷妖看了一眼一旁李选 让她回去与我弟弟成亲 叶玄当即摇头 不行 尖谷妖看着叶玄 他们本就该成亲的 叶玄微微摇头 妖姑娘 我对你有些失望 尖谷妖右手缓缓紧握 不说话 叶玄道 若李雪姑娘自己喜欢 仙谷园 要与她成亲 我自然不会反对 但是 她并不喜欢仙谷园 尖谷妖指示叶玄 她与我仙谷足有婚约 现在若违约 那就是背信弃义 就是错 叶玄缓不走到仙谷妖面前 她只是仙谷妖双目 若你父母逼迫你去与别人联姻 你会如何 尖谷妖双手紧握 不说话 叶玄认真道 妖姑娘 你说对与错 那我们就说对错 衡量对错 是要讲方法的 把用在别人身上的手段 与遭遇用在自己身上 若是不能接受 即是双标 尖谷妖死死盯着叶玄 不说话 叶玄又道 我知道 你有实力 你父母可能不敢如此逼迫你 因此 你能够改变自己命运 但 说到这 她语气突然加重 但不是所有人都与你一样 还有 我觉得婚姻应该是自由的 应该是两厢情愿的 我最讨厌所谓的联姻 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不管 但我知道的地方 我一定管 尖谷妖有些怒 凭什么 叶玄神色平静 凭我牛逼 说完 她转身离去 尖谷妖目视着叶玄 你太霸道 一旁 李雪突然道 我喜欢她的霸道 说完 她转身跟着离去 尖谷妖 另一边 燕北看着远处离去的叶玄 美目之中 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叶玄刚回到书店 书贤便是来到她面前 书贤微微一礼 院长 院长 叶玄看了一眼书贤 微微一笑 要知道 之前书贤都是称她为少主的 而现在 称她为院长 这两个称呼 可是有很大区别的 称呼少主 尊敬她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爹 而称她为院长 那是真的尊她本人 与她爹 可能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书贤突然将神道法典递给叶玄 院长 我已全部注视 您过目 叶玄接过神道法典 然后打开一看 片刻后 她抬头看向书贤 贤老 你这是一个人才 不得不说 叶玄真的很震撼 这书贤竟然真的将这神道法典吃透了 可以说 除情关外 怕是没有人比书贤更了解这神道法典了 书贤微微一笑 不算什么人才 就是喜欢弄点研究 只是 我有时候也搞不懂 我觉得 这修炼之道 如此简单 为何有的人修炼起来那么难 我若是修炼 随随便便搞个知玄境 应该还是很简单的 叶玄无语 这家伙是在装逼吗 叶玄摇头一笑 贤老 知行一难 许多事情 道理都懂 但要真做起来 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书贤深深一礼 受教了 叶玄点头 这本神道法典你收着 以后给他们讲课 用得着 书贤犹豫了下 然后道 很珍贵 放在我这 若是有个差错 我万死难辞其咎 叶玄笑道 在我心中 他不及贤老你万分之一 当然 你不可带着离开书院 危险 书贤深深一礼 院长之欲之恩 书贤当以命报之 叶玄摇头 夸张了 书贤又深深一礼 然后带着那本神道法典离去 书贤下去后 就开始讲课 讲的就是神道法典 点 不过现在书院人实在太少 只有不到25个 五院更是只有青秋一人 他现在就是一个光敢司令 书贤讲课的地方就在一个小院子 因为官悬书院建立的受到台还未建好 书贤打开神道法典 然后开始讲解起来 下面除了书院的学生 那燕北也坐在一旁静静听着 他就坐在青秋的右边 青秋看了一眼燕北 神色平静 你喜欢院长 燕北嘴角微先 有些挑衅 不可以吗 金秋神色平静 心思不纯 你与院长怕是不会有结果 燕北双眼微眯 有些怒 金秋神色依旧很平静 我叫院长为少主哥哥 哥哥 你懂吗 燕北气急返校 你是在与我炫耀吗 金秋看向远处讲课的书贤 你真是个笨蛋 燕北大怒 金秋转头看向燕北 认真道 我叫少主叫哥哥 意思就是我他妹妹 妹妹 你懂吗 那是亲人 你若是喜欢少主哥哥 你难道不应该先与他身边的亲人打好关系吗 燕北愣住 金秋又道 看你这么单纯 我就直说了 你应该讨好我 燕北 片刻后 燕北省声道 这神道法典如此珍贵 你们就这么拿出来给众人看 金秋轻声道 一本神道法典算什么 少主哥哥 志在全宇宙 若无大志向 大胸怀 如何建制全宇宙 燕北沉默 这时 舒贤突然起身 他笑道 下面 我们有请院长授课 下面 众学院连忙鼓掌欢迎 金秋也是兴奋无比 很是期待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叶玄坐到了蒲团上 他看了一眼下方众人 沉默 我授课 授什么呢 装逼大道吗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多了一些神秘气息 简然 都是暗中势力 而在得知叶玄要授课后 纷纷赶了过来 叶玄沉默 这一刻 他突然有些惭愧 因为回首过往 他发现 他不是在装逼 就是在再去装逼的路上 第2302章讲课 叶玄坐在园台上 下方 众人都在看着他 绝缘之中 满是兴奋与期待 院长 在他们心中 叶院长 那是有大学问的 这时 一名女子突然坐到了青秋身旁 正是云界界主神蓝 青秋看了一眼神蓝 然后又抬头看向叶玄 叶玄突然笑道 我今天给大家讲 选择 选择 众学员连忙坐直身体 认真倾听 叶玄盘坐在地 双手放在膝盖上 他沉思片刻后 到 现宇宙 凡修炼者 其目标无非两者 一 长生 二 无敌 修炼 在我看来 便是满足内心的欲望 实力越强 欲望也就越大 而欲望是无止境的 因此 修炼者一旦踏上五道 就意味着他进入了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在此路上 如逆水行舟 不尽则死 为了寿命 修炼者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提升自己 久而久之 修炼者会不择手段 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底线 说着 他顿了顿 又道 也就是失去自我 失去自我 闻言 下方 那神蓝与燕北脸色瞬间为之一变 叶玄突然看向青秋身旁的神蓝 笑道 敢问姑娘可还记得修炼之初衷 神蓝死死盯着叶玄 右手紧握 没有说话 叶玄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青秋 青秋 你的修炼初衷是什么 青秋眨了眨眼 为宇宙立心 为生灵立命 为王圣纪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叶玄竖起大拇指 真是个优秀的小姑娘 就跟我一样 我也是哈 我们可谓是英雄所见略童 众人 青秋嘻嘻一笑 少主哥哥 你脸皮有一点点厚呢 一旋连忙正色道 继续讲课 青秋连忙收起笑容 继续认真听 一旋想了想 然后继续道 每个人眼前都应该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 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 及内心深处的声音 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 那他实际上也是伟大的 因此 我们应当认真考虑 自己所选择的这个目标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说着 他微微一笑 曾经 我修炼的目的是守护好我的妹妹 让他平平安安 让他无忧无虑 而如今 我很惭愧 我已经许久许久未曾见过他了 人在成长的道路上 肯定会有新的目标 会有新的需求 但我觉得 我们应该永远也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修炼初心 我家亲耳曾说 初心不变 方能无敌 惭愧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 下方 神兰突然道 可我的目标就是长生 就是无敌 那又该如何 一旋想了想 然后道 那就去努力 神兰直视夜旋 那你觉得这样 对吗 夜旋反问 姑娘 你有亲人吗 晨兰沉默 夜旋再问 姑娘 你有朋友吗 很好很好的那种 可以为了你而不要命的那种 晨兰沉默 夜旋又问 姑娘 你有喜欢的人吗 那种一日不见 就如隔万年的人 晨兰眉头皱起 夜旋笑道 追求长生 追求无敌 没有错的 不过 我觉得 我们这宇宙 不应该只有打打杀杀 实不相瞒 我自清晨一路走来 每天不是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这种生活 我实在厌烦了 而现在 我想慢下来 我想好好活一回 实不相瞒 我想创立一种全新的剑道 剑道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 人间剑道 红尘俗世为剑 云云众生为魂 人间剑道 神兰看着夜旋 你是剑修 夜旋点头 我是一名剑修 神兰神色平静 倒是没有看出来 夜旋笑了笑 然后继续道 回归正题 选择 诸位学员 我希望你们今日能够思考一下 你们学习 你们修炼 最终目的是为何 要给自己一个目标 然后去奋斗 我们现有宇宙 强者为尊 一切以实力说话 强者可以任性 而弱者只能任命 我不喜欢这样 我希望你们 与我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 有学员突然道 院长 要改变世界 改变规则 会很难吧 夜旋笑道 会很难 但你相信我吗 那学员当即道 相信 一旁 燕北突然道 夜公子 你如此行为 你会得罪许许多多的事例 你不怕死吗 死 夜旋摇头苦笑 有心无奈 实不相瞒 我爹无敌 我大哥无敌 我妹无敌 我真的想不出谁能让我死 燕北听的是目瞪口呆 夜公子 你可知大道比 此比掌管云云众生命运 你不忌惮吗 大道比 夜旋沉默 神兰看了一眼夜旋 没有说话 这时 书贤突然缓步走到夜旋面前 院长 先古城族长前来拜访 夜旋摇头 不见 书贤点头 好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这时 夜旋突然起身 诸位 今日讲课到此为止 大家自由活动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围走几步 夜旋突然转身 身后 是那神兰 夜旋看着神兰 笑道 有事 神兰沉默 夜旋笑道 若不愿说 那便回去吧 神兰突然道 小心你身边那位戴着面纱的姑娘 夜旋微微一笑 多谢 神兰眉头微皱 以你智慧 应该知道她来历不简单 但你却一点都不在意 你可知 今世大义会害死人的 夜旋想了想 然后道 我知道 晨兰看着夜旋片刻后 道 我懂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走没两步 他又停下 然后看向夜旋 你为何从不问我名字 是不想知道 还是已经知道 夜旋笑道 不知道 晨兰指示夜旋 那你不想知道 夜旋笑道 姑娘 你知道我为何之前那么问你吗 晨兰眉头微醋 为何 夜旋想了想 然后道 因为我知道 你肯定没有朋友与喜欢的人 晨兰盯着夜旋 为什么 夜旋笑道 第一 你很优秀 如此年纪 实力就已达到这般程度 而且还是女子 这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 我虽不知道你来历 但你能够出价五千万周卖购买神道法典 想来 应该是极大势力之一的主人 如此年轻就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而且还能够成为一方霸主 这是很不简单的 这种成就的你 眼光必是极高的 一般人 肯定入不了你眼 特别是男人 对吗 神岚看着夜旋 不说话 夜旋继续道 我第一次与你见面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高冷 比妖姑娘还高冷 这种情况下 一般人肯定是不敢与你交朋友的 特别是男子 若没有强大的实力 一般男人站在你面前 连看你都会觉得自卑 神岚脸上突然泛起一抹笑容 夜公子 我可以理解为你是在夸我吗 夜旋笑道 可以 神岚脸上笑容逐渐扩大 不得不说 我听着很是欢喜 你继续说 夜旋笑道 我之前问你 你有没有喜欢过人 我在问这句时 我就知道 你肯定没有喜欢的人 陈兰双眼微眯 你为何如此肯定 夜旋微微一笑 因为放眼整个诸神宇宙 无人能配得上姑娘的喜欢 陈兰愣住 夜旋笑道 姑娘 我所说 皆是肺腑之言 最后 我能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吗 陈兰点头 神色融合了许多 你说 夜旋正色道 这个世界 不止打打杀杀 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 若换个心态看这世界 你会发现这世界有许多美好之处 若是姑娘修炼之余得空 可来书院做作 我愿陪姑娘聊聊心 陈兰看着夜旋 没有说话 夜旋继续道 姑娘可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识 陈兰点头 夜旋笑道 姑娘当时问我 为何你问我便答 我当时的回答是 拜仁致诚 如今也是 我与姑娘相识到现在 凡姑娘所问 凡对姑娘所言 我皆无半点虚言 皆是发自肺腑 致诚致真 陈兰沉默片刻后 道 那免杀女子 这时名字就叫燕北 她来自荒宇宙 在荒宇宙 有两大超级势力 其一凶罗城 其二 神山燕家 她应该是神山神女 据说 神女一生都将奉献给神 不得与任何男子发生关系 而她来你身边 可能是想利用你对付神山燕家 你要谨慎些 没要做冤大头 除非你也喜欢她 不过 我建议你赶她走 因为这燕族极其不简单 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的 叶璇微微点头 多谢 神兰看了一眼叶璇 我走了 说完 她转身 但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叶璇微微一正 但她很快明白过来 当下微微一笑 姑娘怎么称呼 神兰嘴角微仙 神兰 云界之主 现如今 暗部动玄境 说完 她飘然而去 第2303章人性 神兰 云界之主 叶璇微微一笑 然后转身离去 其实 她就是有意与对方结交的 书院现在刚创办 除了钱之外 还需要什么 人脉 要知道 官玄书院在诸神宇宙本就没有根基 刚刚创立起来 肯定是需要庞大的人脉关系的 毕竟 她夜选的目的是创办一所能够改变宇宙的书院 而不是称霸宇宙 因此 她需要与这里的本土势力打好关系 而且 出门在外 多一个朋友肯定是要比多一个敌人要好的 自己混个脸书 以后书院的学员在外面办事情 人家肯定也会给几分薄面的 江湖就是人情世故啊 神兰离开书院后不久 一片云端之中 她突然停了下来 在她面前不远处站着一名女子 正是那燕北 燕北看着神兰 你与她说了什么 神兰神色平静 关你屁事 燕北双眼微眯 右手缓缓紧握 没有任何废话 她突然一拳轰出 轰 刹那间 整个天际云层突然迅速聚集 然后化作一道全硬直奔那神兰而去 神兰面无表情 她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身体前倾 轰 这一倾 犹如十万座大山倾倒 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那道云泉碾碎 远处 燕北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寒芒 神兰冷冷看了一眼燕北 给你一个忠告 那个男人不是你能忽悠的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你若对他不好 他狠起来 绝对会超出你想象 说完 他直接消失在天际尽头 原地 燕北神色冰冷 不知在想什么 一旋回到后山竹林之中 他盘坐在地 开始修炼 书院发展的事情 他都全权交给了书贤 不得不说 书贤也确实是一个能手 不过就是太儒了 许多时候 不太懂得变通 还好有青秋 这丫头可跟他师父不一样 整个就是一个鬼精灵 两人一文一武 倒也把书院搞得是有声有事 这也正好给他腾出了时间 他现在修炼的还是一剑斩虚无 他要这门剑技与斩过去 斩未来 以及斩现在融合到极致 他现在是知玄境 而他的目标就是 顺秒知玄境 现在的他 一般知玄境已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毕竟 他本身就是知玄境 而且 还有老爹传授给他的一剑斩虚无 但他的目标可不仅仅是战胜之玄境 他的目标是顺秒知玄境 吻沙洞玄境 而为了将这三门剑技完美融合 他又重新回去研究这时空之道以及岁月之道 曾经修炼 他是为了修炼而修炼 而现在 他发现 研究这些修炼知识的这个过程 真的很有趣 许多时候 结果他都已经不在意 在意的是这个过程 现在修炼 是求学 是享受 数日过去 观玄书院外 越来越多的人钱来求学 其中 有个大势力派来的 也有一些是真的想来求学的 不过 对于收人 书贤与青秋都审核得很严格 第一项就是人品 人品不过关 直接否定 不管天赋多好 一个人人品不好 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书院 而叶玄可没那么多心思来与学员攻心斗角 观玄书院 大门前 书贤与青秋正在审核入学学院 不得不说 来求学的人真的挺多 观玄书院门前 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金秋看了一眼远处那些来求学的人 脸上笑容灿烂 而书贤却低声一叹 这些人之中 大多都目的不纯 青秋笑道 师父 换个角度想 人家来入学 肯定是有所求 不然 为什么来 对于有野心的人 我们应该高兴 因为有野心的人 会更努力 书贤犹豫了下 然后道 可招进来 我怕这些人日后会败坏书院名声 甚至是乱来 青秋双眼微眯 进来后 第一 给他们做思想教育 慢慢教化他们 第二 若实在有冥顽不灵之人 杖杀便是 书贤微微一愣 他转头看向青秋 眼中有着一丝震惊 金秋轻轻一笑 少主哥哥对人极好 这是他的优点 但这个优点也有一个隐患 那便是 对人不能太好太好 你对他太好 久而久之 他会当作是理所应当 正所谓斗米恩生米酬 说着 他看了一眼场中那些求学者 我们管理学员 也得如此 该赏时赏 该罚时 定不能手软 就如这神道法典 他们这些人来加入书院 他们不是真的来求学的 他们是为了神道法典来的 因此 师父 我们必须制定一些规则 此刻起 凡加入书院之人 必须达到某种要求 才能够观看神道法典 而且 不能一次看完 只能看一夜这种 书贤犹豫了下 然后道 如此好吗 金秋轻轻点头 若不如此 他们以为神道法典是地摊货呢 也不会珍惜看神道法典这个机会 久而久之 他们会认为少主哥哥与他们共享任何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就得制定一些规矩 一个书院必须要有自己的规矩 没有规矩会出事情的 书贤想了想 然后点头好 次是想到什么 他又道 我们书院现在越来越大 到时会不会引来其他势力的忌惮与针对 金秋微微一笑 师父 你想想 一个敢拿神道法典出来共享的人 会是一个普通人吗 这些势力都很聪明的 他们不会对我们出手的 我们安心发展便是 还有 师父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目标 绝对不是眼前的小小利益 而是星辰大海 要紧跟着少主哥哥的脚步 我们的眼光与格局必须要大 不然 过不了多久 我们可能就会从少主哥哥身边消失 书贤问 丫头 你说眼光与格局要大 要多大 金秋眨了眨眼 无限大 书贤愣住 金秋轻声道 一定要敢想 如果一个人 连想都不敢想 那他与贤鱼有什么区别 书贤沉默 尖谷府 店内 仙谷铜鱼美妇 还有仙谷妖都在一个房间 尖谷铜犹豫了下 然后道 12 这段时日 你怎么整天关在家里 你可以出去逛逛啊 我觉得那官悬书院就挺不错 你可以去那里逛逛 美妇联盲妇贺 是的 那位叶公子 我觉得这不错 虽然之前我与你父亲与他有些误会 但这位叶公子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 这种人都很大度的 他肯定不会与我们计较的 你千万莫要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些举动 而有心理负担 因此不去与他结交 这是不对的 尖谷妖看了两人一眼 然后道 他说过 他不会再来仙谷城了 尖谷铜正色道 气话 那是气话 美妇也连忙点头 气话 尖谷妖微微摇头 不想再说话 起身离去 尖谷铜突然道 丫头 我知道 你很反感我们这种行为 觉得我们很现实 但没有办法 你父亲我身居高位 做什么都得从家族考虑 你说 如果你找一个普通人 合适吗 肯定是不合适的 丫头 父亲时过来人 知道门当户对有多重要 门不当 户不对 两人在一起 差距太大 日后生活是要出大问题的 尖谷妖看了一眼鲜谷铜 你们现在觉得我与叶公子 门当户对了 尖谷铜犹豫了下 然后道 叶公子 来历肯定不一般的 尖谷妖微微摇头 低声一叹 尖谷铜审声道 丫头 这一次不同 我看得出来 你对叶公子跟对别人不一样 你与他 不管未来如何 但至少 你们成为朋友是没有问题的吧 而现在 你因为我们的原因 开始逃避叶公子 这是不对的 在我心中 你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姑娘 若是喜欢 你就要上啊 犹豫就会败北 叶公子如此优秀 他身边的女子 并不会少 你若不果断一点 勇敢一点 他可就要被别的女人抢走了 尾父也是连忙道 是的 你看看 叶公子是何其的优秀 不仅实力强大 家世不简单 还是一个有学问有风度的人 你想想 你与他在一起 是不是很开心 开心 尖谷妖眉头微皱 开心吗 尖谷妖沉思想了想 他突然发现 好像确实挺开心的 讲到这 仙谷妖心中已经 连忙摇头 病气脑中乱七八糟 咋念 这时 仙谷同连忙又道 丫头 这爷公子 就是人中龙凤 还是一个有趣的人 你若是错过他 为父向你保证 你绝对遇不到 比他更优秀的男人了 你会爆汗终生的 尖谷妖突然道 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他没有强大的绅士背景 你们还会这样吗 千古同当即怒道 我与你母亲是那种势力的人吗 千古妖 第2304章 你可以再说一句 千古妖彻底无语 直接无视自己父母 转身离去 见到这一幕 仙谷同于美富顿时及的不行 但又无可奈何 他们知道自己女儿的脾气 想要劝他主动 无疑是很难很难 这丫头 太要强了 两人相视了一眼 皆是有些懊悔 后悔出狗眼看人低啊 千古妖离开大殿后 他独自来到一条河边 看着河里游荡的小鱼 他陷入了沉思 不知为何 这些时日 心绪总是不宁 似是有什么事牵绊着心 这时 仙谷元出现在仙谷妖身旁 仙谷元犹豫了下 然后道 姐 尖谷妖收回思绪 他看向仙谷元 有事 尖谷元苦笑 姐 李雪不愿意回来 尖谷妖念若冰霜 那是你没有本事 怨谁 尖谷妖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尖谷妖指示仙谷元 当日他来参加你婚礼 并以神道法典做赠礼 可你是如何对他的 尖谷元苦笑 我也不知道那小布袋里竟然是神道法典 若早知道 我肯定不会那般对他的 尖谷妖低声一叹 尖谷元又道 姐 你与那叶公子关系如此好 能帮我求求情吗 让李雪回来 尖谷妖轻声道 不要再想李雪了 尖谷元愣住 为何 尖谷妖看了一眼仙谷元 因为他不会再回来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尖谷元脸色阴沉 不知在想什么 这时 仙谷妖突然停下脚步 他转身看向仙谷元 别动歪念 不然 我也救不了你 别看叶公子性情温和 他若真的生气 我也救不了你 说完 他转身消失在原地 尖谷元 尖谷妖离开仙谷府后 他突然道 张老 声音落下 一名白袍老者出现在他身旁 尖谷妖面无表情 给我看着他 如果他敢去寻李雪或者叶公子麻烦 直接给我打残 白袍老者愣住 尖谷妖看了一眼白袍老者 不敢 白袍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小姐 仙谷妖轻声道 你觉得叶公子人如何 白袍老者想了想 然后道 性情温和 温文儒雅 偏偏公子 尖谷妖点头 确实 但是 直觉告诉我 没有这么简单 白袍老者愣住 这 仙谷妖抬头看向远处天际 他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也是一个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十倍好的人 但是 你若敢害他 他肯定也会十倍还你 我仙谷妖与他 已发生过一次矛盾 万万不能再与之结怨结仇了 白袍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小姐 叶公子对你 或许说不上喜欢 但绝对是有好感的 尖谷妖轻笑 那又如何 白袍老者审声道 小姐 属下多嘴 你若对叶公子也有好感 那你完全可以与他多接触接触 尖谷妖神色平静 不 白袍老者苦笑 小姐 叶公子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 而且 还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 你修炼之余 确实可以与他多接触一下 尖谷妖面无表情 就不 白袍老者正想说什么 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场中 老者 微微一礼 小姐 叶公子前来拜访 就在城外 她说 话还未说完 仙谷妖已经消失不见 老者 白袍老者 尖谷城城外 正在闭目的叶玄突然睁开双眼 仙谷妖出现在她面前 尖谷妖看着叶玄 不说话 叶玄微微一笑 妖姑娘 又见面了 尖谷妖神色平静 有事 叶玄有些不满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尖谷妖微微一愣 心中莫名一喜 但很快被她压住 叶玄笑道 一起走走 尖谷妖点头 好 说着 她就要带着叶玄往城内走 叶玄却不动 尖谷妖转头看向叶玄 还在生气吗 叶玄点头 尖谷妖白了一眼叶玄 小气 这一眼 多了一些风情 而她自己都没有发现 叶玄微微一笑 指着一旁 那边风景不错 我们走走 尖谷妖点头 好 两人顺着城墙 朝着远处走去 尖谷妖突然开口 突然来找我 定是有事吧 叶玄笑道 一件小事 不过 主要的事还是来看看你 尖谷妖看着叶玄 看我做什么 叶玄笑道 你生的美丽 看一眼 心情就莫名的舒畅 尖谷妖瞪了一眼叶玄 不要花里胡哨 叶玄轻笑道 妖姑娘 我应该不是第一个说你美丽的人 对吗 尖谷妖反问 如果我是一个生的极丑的人呢 叶玄惊恶 妖姑娘 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尖谷妖眉头微皱 什么 叶玄正色道 我说你生的美丽 不仅仅是容颜 还有灵魂与品德 这世界 许多人外表好看 但内心却肮脏丑陋无比 一个内心肮脏与丑陋的人 他即使外表再好看 在我看来 那也是肮脏丑陋的 而妖姑娘你不同 你不仅外表生的好看 内心也很善良 将比你的容貌 我更喜欢你的灵魂 与你那颗善良的心 正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善良的灵魂万里挑一 说着 他顿了顿 又道 我的言语 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花里胡哨 甚至是有些唐突 但我想说 这就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我们见羞羞的是心 我们从不会欺骗自己的内心 口中所说 便是心中所想 尖骨妖直视叶玄 神色虽然依旧平静 但心却开始微微颤抖 不过 很快又恢复正常 尖骨妖看着叶玄 此刻 叶玄也在看着她 她的目光如水一般清澈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一切都是那么的真 尖骨妖突然收回目光 叶玄那目光 就像是玄屋一般 好似能把人都吸进去 叶玄突然笑道 妖姑娘 我送你一份礼物 尖骨妖转头看向 有些好奇 什么礼物 叶玄掌心摊开 一本神道法典出现在她手中 见到这本神道法典 仙骨妖直接愣住 这 叶玄认真道 这本神道法典 与我当初送给你弟弟 与李雪的那本不同 这本神道法典 我不眠不休研究了半月 然后详细注释 修炼起来 要简单数倍不止 书弦 尖骨妖看着眼前的神道法典 片刻后 她摇头 太珍贵 叶玄突然问 有我们有益珍贵吗 尖骨妖愣在原地 叶玄微微一笑 又问 有吗 尖骨妖沉默 不知该如何回答 叶玄突然将神道法典 放在仙骨妖手里 于我心里 就算一万本神道法典 也不及你我 有一亿万分之一 说着 她看向仙骨妖 下一次 莫要再用万物来衡量我们之间的友谊了 因为我觉得用万物来衡量我们之间的友谊 那是侮辱 那是亵渎 尖骨妖看向叶玄 不说话 叶玄笑道 是不是觉得我好像在忽悠你 尖骨妖点头 叶玄微微一笑 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尖骨妖看着手中的仙道法典 心中低声一叹 哭哟 这可是仙道法典 价值至少五千万条周卖以上啊 而且 还是注视过的 更是无价之宝 她对自己有所企图 念至此 她发现 她自己竟然没有丝毫的生气 若是 她为何不明说 念至此 她突然发现 自己有些生气了 尖骨妖连忙摇头 甩掉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 她快步跟上叶玄 她转头看向叶玄 生气了 叶玄点头 有点 因为我说真话的时候 从未有人信过 尖骨妖眨了眨眼 你以前说过假话吗 叶玄点头 是的 经常说 尖骨妖摇头 我不信 你这人看起来有些完事不公 但人还是很正直的 不是会说假话的人 叶玄 尖骨妖突然道 你这仙道法典我就收下了 别生气了 可以 叶玄笑道 我可没那么小气 尖骨妖微微一笑 好 叶玄眨了眨眼 我可以再唐突一下吗 尖骨妖瞪了一眼 叶玄 你想说什么 叶玄笑道 想说心里话 但又怕你不高兴 所以我可以说吗 尖骨妖摆了一眼叶玄 她想了想 然后竖起一根手指 只能说一句就一句 叶玄认真道 你笑起来真好看 就像刚成熟的樱桃一般 娇艳欲滴 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尖骨妖先是一愣 然后脸颊上升起两朵红韵 她瞪了一眼叶玄 你这可有些登徒子了 叶玄正要说话 这时 仙骨妖突然轻声道 你可以再说一句 叶玄 第2305章放养 再说一句 叶玄眨了眨眼 我不 尖骨妖微微一正 玄机羞瞪了一眼叶玄 半羞半怒 叶玄微微一笑 我不是不想说 我是不敢说 尖骨妖有些好奇 为何 叶玄认真道 我怕你生气 尖骨妖白了一眼叶玄 我生个什么气 叶玄笑道 妖姑娘 你平时很少笑 对吗 尖骨妖沉默 叶玄轻声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从小背负的应该就很多 生在世家大族 女子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只有比男人更加努力 唯有如此 你才会被尊重 才会被重视 才不会被当作棋子 而在这种世家大族之中 所谓的亲情观念 是很淡很淡的 因为大家都以利为重 所有人都只关心你的境界 没有人关心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也就是你为什么冰冰冷冷的原因 因为你要伪装自己 不让别人看到你内心的柔弱 尖骨妖看着叶玄 突然间 他目光之中 有泪光闪烁 但却没有低落 叶玄犹豫了下 然后转身 若想哭 就哭吧 我不看 扑斥 尖骨妖突然笑了出来 他瞪了一眼叶玄 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叶玄转看向仙骨妖 当看到仙骨妖眼角的泪水时 他拿出一张丝巾 替仙骨妖擦拭眼角的泪水 轻声道 你坚强的样子 让人心疼 尖骨妖就那么看着叶玄 不说话 叶玄眨了眨眼 我好看吗 尖骨妖微微一正 随即摇头一笑 脸皮厚 叶玄哈哈一笑 两人继续前进 没多久 两人行至一处河边 河流两边 百花盛开 美不胜收 叶玄转头看向仙骨妖 仙骨妖今日穿着一袭白色长裙 一尘不染 他长发很随意的披在身后 但并不凌乱 那精致的五官 足以让无数男人沉沦 尖骨妖突然转头看向叶玄 看我做什么 叶玄笑道 好看 尖骨妖瞪了一眼叶玄 并不生气 反而是有些娇羞 叶玄收回目光 他看向远处 轻声道 不得不说 人类真的是视觉细生灵 美丽的外表 特别是妖姑娘这种绝美的容颜 真的容易让人沉沦 尖骨妖突然问 你会沉沦吗 叶玄愣住 他转头看向仙骨妖 仙骨妖却收回目光 若是前方 仿佛刚才那句话不是他所问 叶玄突然笑道 会 尖骨妖转头看向叶玄 他就那么直视叶玄目光 想要看穿叶玄的心 叶玄突然收回目光 妖姑娘 你不要这么看我 尖骨妖问 为何 叶玄微微一笑 我怕我就此沉沦 然后万劫不复 尖骨妖 叶玄突然指着远处一块巨石 走 我们去那座座 说完 他带着仙骨妖走到那块巨石上 然后他掌心摊开 轻轻一隐 一瞬间 旁边河流之中 两条鱼突然飞起 叶玄直接生火烤鱼 尖骨妖就那么看着叶玄 眼中带着一丝一样色彩 为一会 叶玄便是烤好了两条鱼 他将其中一条递给仙骨妖 尝尝 尖骨妖犹豫了下 然后接过鱼 他轻轻尝了尝 片刻后 他看向叶玄 很不错 叶玄哈哈一笑 然后道 妖姑娘 仙骨妖突然道 你可以叫我小妖 小妖 一旋 眨了眨眼 你的小名 尖骨妖点头 轻声道 只有我父母才能这么叫我 一旋咧嘴一笑 小妖 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尖骨妖道 说 一旋沈声道 我想在仙骨城招收学员 他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招收学员 只能去各大界与各大城 因为除去各大界与各大城后 别的地方的人实在太少太少 而且优秀的人更是少的可怜 要想招收到更多更好的学员 只能去各大城与各大界 尖骨妖看了一眼叶璇 你方才说这么多好话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吗 叶璇连忙道 怎么会 我不是那种人 尖骨妖微微摇头 你方才说的 没问题 文言 叶璇心中一松 然后道 我等于是在跟你们抢人呢 尖骨妖微微一笑 看你本事 你若真的能抢去 那算你厉害 当然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让我仙骨族的人 也能加入官玄书院 不需要多 就四五个名额 你看如何 叶璇笑道 可以 不过 这四五个人 我需要人品能过关 尖骨妖点头 我亲自挑选 叶璇点头 好 说完 他转头看了一眼远处天边的夕阳 轻声道 小妖 我要回去了 尖骨妖沉默 虽然心中有些许不舍 但还是点头 叶璇起身 他看向仙骨妖 微微一笑 你知道你笑起来有多美吗 千骨妖微微一正 叶璇笑道 美道让人窒息 说完 他转身欲剑而起 一道剑光刺破苍穹 震荡天地 剑修 千骨妖看着天际那道刺破苍穹的剑光 轻声道 真的是剑修呢 说着 他似是想到什么 摇头一笑 这一笑 万物失色 片刻后 仙骨妖转身离去 当回到仙骨府门口时 那白袍老者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他微微一里 小姐 颜冰月公子来了 说有东西要送给 仙骨妖突然转头 目光冰冷 让他滚 说完 他朝着内府走去 但没走两步 他又停下来 又到滚远点 说完 他消失在原地 白袍老者 官玄书院 叶玄回到书院后 他立即找来了 舒贤与清秋 叶玄笑道 现在 你们可以到仙古城招人 不过 去之前 记得给妖姑娘打声招呼 舒贤点头 当然 叶玄掌心摊开 一枚那戒出现在他手中 里面是他的所有咒脉 之前东里南给了他一些 然后他又从妖莲那里得了一千五百万 加上之前盐族组长又给了他两千万 除去之前花掉的 他现在还有三千八百万条咒脉 奕玄想了想 然后拿出五百万条咒脉地给舒贤 现在书院建设 各方面都需要花钱 对于钱方面 你莫要节省 舒贤微微一礼 好的 叶玄又分出五百万条咒脉地给青秋 这是单独给你的 你修炼 所需咒脉很多 也莫要省 明白吗 金秋微微点头 轻声道 好 说完 他接过那戒 他又手死死握着手中的那戒 不知在想什么 叶玄审声道 我们的目标 不仅仅是诸神宇宙 而是全宇宙 而诸神宇宙 是我们的根基 因此 我决定去拜访一下这诸神宇宙的各大势力 因为现在各大势力对我们都还是心存忌惮与戒备的 我要给他们表一个态 我们来此 只是想建立一个书院 而不是想称霸诸神宇宙 最好是能够与他们合作 大家和平发展 实现共赢 说完 叶玄也是有些感慨 曾几何时 自己换一个地方不是打就是杀 一路打到底 一路杀到底 那种日子 他真的厌烦了 诸天势力 为何不能和平共存 为何一定要打打杀杀 现在回首曾经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屌 走一路 杀一路 打低过 就装逼 打不过就叫人 他的人生 就像套路 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循环 这种人生实在无趣 交代完后 叶玄便是起身 他下一个地方 要去的就是万古城 离开官玄书院 叶玄便是坐着马车慢悠悠地 朝着远处行去 他没有选择遇见 坐马车 不是为了装逼 而是为了让自己慢下来 曾经的他 走得太急太急了 他现在要慢下来 许多时候 静下心来 沉淀一下 更好 马车上 叶玄半躺着 手中握着一卷古籍 古籍名 《书经》 这本书 他特别喜欢 尤其是其内两句话 静德 重生灵 德 一直品行 道德 在他看来 做人是要有道德的 人无道德 无底线 与畜生何异 重生灵 这些时日 他感触颇深 他之所以要创立人间见道 就是因为他觉得 如果你热爱这宇宙 热爱这宇宙生灵 那这宇宙与亿万生灵也会热爱你 你以杀戮之心带宇宙 宇宙回敬你的也必定是杀戮 当然 他也知道 强者为尊的世界 要改变许多东西 很难很难 但是 他还是决定要去做 除了他 没有人能做到了 因为他夜玄得天独厚 我爹无敌 我大哥无敌 我妹无敌 这种开天辟地的大事 除我夜玄外 谁能做 扯我齐谁 念至此 夜玄嘴角微微掀起 他承认 他有点嚣张了 他也想低调一点 但 实力不允许啊 生来靠山极无敌 他也很无奈啊 不过 与曾经不同 他现在想做一个有意义的二代 如此强大的身份背景 若只是用来装逼 那也太掉价了 如他所说 他要改变宇宙 不仅要改变宇宙 还要改变他老爹 终有一天 他会站到青山男子面前 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青山男子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爹 说完 然后一巴掌把青山男子扇飞到九天之外 放养 你爹放养你 你就放养我 你是个什么玩意 第2306章你喜欢我吗 当然 现在只能想想 他很清楚老爹的脾气 你与他讲道理 他与你花里胡哨 你与他花里胡哨 他就与你讲道理 都不行 他就与你讲拳头 打不过之前 还是先忍着吧 叶璇收回思绪 继续看书 就在这时 一道相风袭来 下一刻 一名女子坐在叶璇身旁 来人 正是那雁北 叶璇看向雁北 今日的雁北 紫衣照体 修长的玉井下 肌肤如羊之白玉 往下 苏胸半遮半眼 实在诱人 再往下 素腰被一根白色丝带青树 不云一握 特别是他的双目 比桃花还要媚 目光转动间 十分勾人心弦 不得不说 这燕北的容颜 是一点也不舒仙谷腰的 两人的美 相同而又不同 叶璇收回目光 笑道 有事吗 燕北点头 我要与你一起去 叶璇不解 为何 燕北耸了耸肩 没有为何 就是想与你一起去 叶璇点头 好 燕北转头 看向叶璇 你不拒绝 叶璇笑道 我为何要拒绝 燕北看着叶璇 叶璇也在看着他 两人目光对视 叶璇脸上带着淡淡笑意 一时间 场中气氛突然间变得有些微妙 取久后 燕北轻笑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直视我的男人 而且目光如此澄澈 叶璇摇头一笑 继续看书 你当我这些年的见白修了吗 燕北突然道 我来自荒宇宙北边的燕族 叶璇继续看书 没有说话 燕北又道 我是燕族神女 你知道神女吗 就是那种一生都要奉献给神的人 说着 他突然抢过叶璇的书 有些怒 我难道还没有书好看吗 叶璇微微一笑 你说 我听 燕北瞪了一眼叶璇 然后道 你知道神吗 叶璇轻笑 就是一些强大一点的人 燕北看着叶璇 你这是在亵渎神 在我们那个地方 你是要被烧死的 叶璇眨了眨眼 这么严重 燕北点头 在我们家族 必须信奉神 话说 你有信仰吗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有 燕北问 谁 叶璇笑道 清儿 燕北眉头微皱 未曾听过 叶璇轻笑道 我妹妹 我的信仰就是她 除了她 别的神 我都不认 信清儿 勇无敌 燕北白了一眼叶璇 她难道比神还厉害吗 叶璇认真道 那可要厉害多了 燕北突然坐到叶璇面前 她指示叶璇 吹牛皮 叶璇 叶璇 燕北又道 我是逃出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叶璇问 不想被束缚一声 燕北点头 是 叶璇沉默 燕北看向叶璇 他们会来抓我回去 叶璇沉默 燕北白了一眼叶璇 又不说话 叶璇正色道 你能不能不要与我做的这么近 此刻燕北就坐在她面前 再往前一点点 就要坐在她腿上了 这个位置 着实有些尴尬 燕北盯着叶璇 你不是正人君子吗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叶璇笑道 燕北姑娘 你喜欢我吗 文言 燕北愣住 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突然 一时间 她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脑子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叶璇又问 喜欢吗 燕北沉默 叶璇笑道 犹豫 就代表应该是不喜欢 既然不喜欢 你与我如此亲近 你觉得合适吗 燕北看着叶璇 不说话 叶璇微微一笑 或许是我的思想比较迂腐保守 我觉得 女子应该要与男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除非是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她 她也喜欢你 两情相悦 自然不用计较这些 但如果没有两情相悦 这距离 还是应该要保持的 女子越自爱 她就越得男人尊重 那些不自爱的女子 她们在被男人两句花言巧语后就尾声的 往往都是错付 说着 她掌心摊开 轻轻一隐 一股柔和的力量将燕北托起 然后移到她身旁与她并排坐着 叶璇继续道 并非是说教 只是一点点感想 燕北姑娘若觉得有理 听之 若觉得无理 忘之 她叶璇不是一个种马 不会见一个就爱一个 也许平时口头上会站点小便宜 但她是有底线的 燕北沉默片刻后 道 谢谢 叶璇笑道 谢什么 燕北看向叶璇 尊重 叶璇尊重她 叶璇微微一笑 尊重是应该的 燕北突然道 我想加入书院 真的加入 叶璇沉默 燕北连忙道 我坦白 我想加入书院 一是想寻求你的庇护 二是真的喜欢书院 我喜欢这里的氛围 也喜欢你 我的意思是 喜欢与你聊天 我觉得 与你聊天 我能学到很多 叶璇沉思 燕北继续道 我也知道 我如果加入书院 肯定会给你与书院带来麻烦 但 我真的很想加入书院 说着 她突然抱头 有些垂头丧气 可 我真的不想连累你 我如果加入书院 燕族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你知道吗 我昨晚犹豫了许久许久 我在犹豫要不要走 可 可我真的不想走 我喜欢这里 也喜欢 说到这 她抬头悄悄看了一眼叶璇 没有继续说了 叶璇突然问 燕族很厉害吗 燕北点头 轻声道 比诸神宇宙任何一个势力都要厉害 叶璇笑道 那你不怕我被打死吗 燕北眨了眨眼 可我感觉你更厉害 叶璇有些好奇 为何 燕北犹豫了下 然后道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敌的样子 叶璇先是一愣 然后哈哈一笑 原来自己不知不觉间也有了强者风范吗 就在这时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叶璇看向远处 不远处站着一名老者 老者正笑盈盈的看着叶璇 叶璇当即起身 他抱了抱拳 隔下是 老者笑道 叶公子好 在下太古城城主萧月 在此等候叶公子多时了 叶璇微微一正 然后连忙与燕北下车 他走到萧月面前 抱了抱拳 原来是萧城主 久仰久仰 娇月笑道 叶公子 你此行可是来我太古城 叶璇点头 是的 说着 他看了一眼萧月身后 太古城就在前面吗 娇月摇头 离这里 还很远 叶璇愣住 娇月无语 我不来 就你这马车 你得走上半年 娇月微微一笑 叶公子 我们到城中谈吧 叶璇点头 好 娇月看了一眼叶璇身后的马车 这 叶璇笑道 没事 说完 他掌心摊开 直接将那辆马车收了起来 娇月微微一笑 请 声音落下 三人直接消失在原地 转瞬间 三人已经来到太古城 不得不说 太古城也很气派 丝毫不比仙古城差 娇月笑道 叶公子 不知你这次来我太古城 是 叶璇正所道 送礼 娇月愣住 送礼 叶璇点头 他掌心摊开 一本古集出现在萧月面前 见到这本古集 萧月神色顿时为之一变 脱口而出 握槽 说完 他老脸一红 连忙住口 叶璇正所道 前辈 喜欢吗 娇月连忙道 喜欢 说完 他转身怒吼 赶紧把我珍藏的鲜家酒拿来 叶璇笑道 前辈 这神道法典你只能看 我不能送给你 你看完后 可记在心中 你看可行 娇月连忙点头 行 完全可行 白嫖的 怎能不行 娇月都快爽死了 娇月突然道 叶公子 请 我们去内殿谈 就这样 在肖月带领下 叶璇与燕北来到了太古殿 入座后 立即有人奉上了仙家酒 叶璇轻轻喝了一口 酒刚入喉 她微微已愣 好喝 而在酒进入体内后 她发现 这酒竟然化作精纯的灵气 开始滋养她的身体 娇月笑道 叶公子 可还行 叶璇点头 好酒 当真好酒 娇月哈哈一笑 然后掌心摊开 一枚那戒缓缓飘到叶璇面前 这酒酿的过程极难 因此 我也不多 只有百来谈 今日 我与叶公子有缘 就都送叶公子了 叶璇笑道 那我可不客气了 娇月哈哈一笑 叶公子好爽 你这性格 老夫甚是喜欢 说着 她顿了顿 又道 叶公子 不知你成婚没 若是没 我有几个女儿很不错 各个国色天香 你若是喜欢 都可娶去 说到这 她突然感觉一阵良意 她转头看去 燕北正看着她 娇月连忙善笑了笑 这 我就说说 叶璇笑道 前辈 实不相瞒 今日来此 我是有事相求 娇月大手一挥 说 尽管说 我们哥俩 谁跟谁 叶璇摇头一笑 那我就直说了 实不相瞒 我想创建一个书院 但缺人 因此 我想来太古足招点人 可以吗 娇月眨了眨眼 就这 叶璇点头 娇月哈哈一笑 这不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吗 叶公子你尽管来招人 有任何需要我太古城相助的地方 你吩咐一生即可 叶璇笑道 久闻太古足天才妖念很多 我想从太古足招收几名学生 人品好的那种 不知前辈意下如何 他要做的就是 让大家与他成为利益共同体 大家利益共同 和平发展 娇月双眼微眯 满脸笑容 好 甚好 不得不说 此刻的他 心中震撼不已 正为叶公子 年纪轻轻 但是这人情世故 当真是恐怖 娇月心中一叹 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 娇月看向叶璇 越看越顺眼 此时 他心中突然生起一个念头 娘的 要不要给这小子下点药 让他与自己女儿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这要是成为自己女婿 娘的 这可就发了啊 娇月越想越兴奋 第2307章来文还是来武 娇月看着叶璇 那是越看越顺眼 这年轻人实在是优秀 就在这时叶璇突然起身 笑道 萧前辈 我还有别的事情 那就先告辞了 这老头的眼神 他实在是有些受不了 他都怀疑这老头是不是有什么不良嗜好 讲到这 叶璇顿时有些恶寒 娇月微微一愣 然后道 这就走 叶璇点头 娇月犹豫了下 然后道 要不要与我女儿认识一下 他真的生得很好看的 叶璇 半课钟后 叶璇与燕北离开了太古城 城外 马车上的叶璇摇头苦笑 刚才的萧月真的是太热情了 非要给自己介绍他女儿 自己是那种好色的人吗 真的是 这时 燕北突然诞生到 是不是很爽 叶璇看向燕北 爽什么 燕北神色平静 人家可是要给你介绍他女儿 你心里难道不爽吗 叶璇笑道 萧前辈 实在太热情了 燕北看着叶璇 似笑非笑 你难道对他女儿就没兴趣吗 说不定真的是一个爵士大美女呢 叶璇笑了笑 然后道 若说爵士大美女 我身边不就有一位吗 燕北微微一愣 玄机明白过了 当下白了一眼叶璇 有嘴滑舌 叶璇哈哈一笑 我们去玄界吧 说完 他轻轻抖了抖马绳 下一刻 马车扬长而去 马车内 叶璇靠坐着 翘着二郎腿 在他手中 握着一卷古籍 而燕北则坐在叶璇身旁 他跟着叶璇一起看书 不过 他身体没有靠在叶璇身上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叶璇道也没有管他 他现在最大的兴趣不是美色 而是看书 叶璇看书看得很认真 他发现 看书有一个好处 那便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思想与境界 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更可以去除自己身上的浮躁 曾经的他 性格太浮躁了 而且力气颇重 而他发现 当他真正静下心来 沉淀自己时 他修炼速度反而更快了 他觉得以后遇到老爹 一定要让老爹去多读书 这老爹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实在是无趣的很 这时 燕北突然轻声道 你有喜欢的女子吗 叶璇微微一正 然后笑道 有 燕北呆了呆 然后道 谁 叶璇笑道 一个喜欢穿白裙 喜欢拿枪的女孩 他不太喜欢说话 燕北沉默片刻后 道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叶璇放下书籍 他看向窗外 轻声道 那年 我还很年少 安兰秀 看着远处天际 叶璇思绪逐渐飘到了曾经的清晨 安国市 想到曾经白衣如雪的安兰秀 叶璇嘴角不禁微微掀了起来 他现在还记得 当年清晨 那位骑着白马的女子 不得不说 遇到安兰秀 他是幸运的 燕北看了一眼叶璇 神色黯然 叶璇突然道 燕北姑娘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爱吗 燕北愣住 叶璇微微一笑 放下手中本古籍 然后道 爱是他在的时候 眼睛里只有他一人 他不在的时候 一切都带有他的影 喜欢是在深夜看书时突然想起他 想象他现在在做什么 心里让起一阵清飘飘的温暖 却从不联系他 喜欢与爱是不同的 总结就是 喜欢是淡淡的爱 爱是深深的喜欢 燕北沉默 他自然知道叶璇的意思 燕北抬头指示叶璇 你认为我现在对你 只是喜欢 而不是爱 对吗 叶璇沉默片刻后 道 我不觉得我优秀到 让一个女子再认识我 几天后就爱上我 燕北盯着叶璇 那你知道吗 所有的爱都是由喜欢开始的 我承认 我现在对你只是喜欢 喜欢之中带着一点好奇 说爱确实还不够 但那又如何 我不能喜欢你吗 叶璇正要说话 燕北突然一把揪住叶璇的衣领 怒道 你不要给老娘扯那些书中的大道理 我就问你 我能不能喜欢你 叶璇 燕北死死盯着叶璇 能还是不能 叶璇点头 能 燕北松开叶璇衣领 然后诞生道 你喜不喜欢我 那是你的事 反正我现在喜欢你 虽然还不是爱 但我不管 这是我的权利 对吗 叶璇老师点头 是 燕北突然问 那你喜欢我吗 说着 他双手突然间紧握起来 有些紧张 叶璇沉默 燕北盯着叶璇 很难回答吗 叶璇笑道 不讨厌 燕北瞪了一眼叶璇 你们读书人就是鬼扯 我呸 表面虽怒 但他手却松了开来 叶璇笑了笑 然后顺势烫了下来 他将书籍盖在自己脸上 闭目沉思 支悬 这段时间 他每天都在研究这个境界 他要做到极致 不然 他完全可以去研究动悬了 要知道 有大道比 他随时可以达到动悬 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 就是希望将支悬这个境界做到极致 不仅支悬静 就是他的紧门剑技 他也要做到极致 展过去与展未来以及展现在融合一件展虚无后 他重新取了一个名字 展虚 现在 他有信心秒杀掉一位支悬静 至于动悬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因为之前他见过神蓝 能够感受到神蓝的可怕 也就是说 这动悬静还是有点门道的 不过 他也不需 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催动大道比 要斩杀一位动悬静 还是轻而易举事情的 讲到这 叶璇突然心中一惊 卧槽 自己好像有点开挂 就在这时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叶璇眉头微皱 他起身 他看向马车外 在不远处 那里站着一名黑袍人 叶璇突然转头看向燕北 燕北脸色颇为难看 见到燕北 叶璇心中明了 轻声道 燕足 燕北点头 右手缓缓紧握 我没有想到他们来的这么快 黑袍人突然嘶哑道 神女 玩这么久了 该回去了 燕北沉默片刻后 道 好 说完 他突然转身看向叶璇 叶璇正要说话 他一下抱住了叶璇 叶璇愣住 燕北紧紧抱着叶璇 轻声道 我不会忘记你的 说完 他转身跳下马车 朝着黑袍人走去 他神色平静如水 很显然 他早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而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拉住了燕北 燕北转头 正是叶璇 叶璇微微一笑 你好像是我书院的人 要走 得问过我这院长 燕北直视叶璇 我要走 叶璇轻声道 你是怕连累我吗 燕北微微低头 他突然颤声道 我之前骗你了 叶璇眉头微皱 骗我什么 燕北抬头看向叶璇 燕族比我所说的要强很多很多 在燕族 有真正的动旋进强者 而且 在燕族身后 还有传说中的古神 叶璇沉默 燕北又道 我来书院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是想利用你 第二 是想偷神道法典 叶璇笑道 还有呢 燕北摇头 没有了 叶璇微微一笑 现在看来 你好像都成功了 燕北看着叶璇 你不想让我走吗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换个说法 你现在是我学院的学员 我有责任保护你 燕北摇头 我不需要了 我现在退出学院 说完 他转身朝着黑袍人走去 此刻的他 从未如此纠结过 他来学院 如他所说 他就是想利用叶璇 但是 在与叶璇相处下来后 他发现 他开始对这个男人有好感了 是有好感 算不上爱 他很想留在书院 但是 他知道 如果他留在书院 会给叶璇带来无尽的麻烦 所以 他果断选择离去 他不想给身后这个男人带来无尽的麻烦 就在这时 他的手再次被拉住 燕北转头看向叶璇 叶璇微微一笑 你不能走 燕北看着叶璇 有些怒 你知道燕族的可怕吗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根本无法与燕族抗衡 叶璇摇头 燕北正要说话 叶璇突然将他拉到身后 男人办事 女人闭嘴 燕北 叶璇看向面前的黑袍人 笑道 我们都是男人 那就直接一点吧 你是要来文的还是来武的 若是来文的 我与你讲道理 若是来武的 我们就打一场 黑袍人想了想 然后道 那就来武的 空 一道剑光毫无征兆 展在黑袍人身上 一瞬间 黑袍人肉身直接崩碎 只剩灵魂 燕北呆住 他看着叶璇 眼中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没看到叶璇出手 但他知道 刚才就是叶璇出的手 他这么强 燕北完全实话 远处 那只剩下灵魂的黑袍人 突然竖起双手 做投降之事 颤声道 这位大哥 我选择来文的 第2308章真的很无敌 来文的 不得不说 此刻黑袍人已经完全猛 刚发生了什么 他都没有看到叶璇是如何出见的 然后自己肉身就没了 此刻的他 脑袋是一片空白 叶璇看着只剩灵魂的黑袍人 轻笑道 来文的吗 黑袍人连忙点头 此刻的他 脑袋已经恢复清醒 他知道 他低估了眼前这个男子的实力 而且是大大的低估了 叶璇笑道 燕北是我书院的人 他现在不想回去 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意愿与自由 你觉得呢 黑袍人犹豫了下 然后颤声道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叶璇有些不满 我是在与你讲道理 不是在威胁你 黑袍人沉默 娘的 你要讲道理 能不能先把我头顶那柄剑挪开 时间有这般讲道理的吗 叶璇又道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人身自由 你觉得呢 黑袍人犹豫了下 然后道 真的可以讲道理吗 叶璇点头 可以 你放心 虽然我杀的人很多 但我基本不乱杀人 这点你可以放心的 黑袍人表情僵住 叶璇道 你说吧 黑袍人沉默片刻后 道 我觉得你说的对 叶璇认真问 真心话 黑袍人点头 真心话 叶璇微微点头 那你回去告诉燕族 就说燕北现在是我书院的学生 任何问题 燕族可以直接来找我 黑袍人看着叶璇 不说话 叶璇笑道 有问题吗 黑袍人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可以有问题吗 叶璇点头 可以 黑袍人想了想 然后道 这是燕族家事 外人插手 是不是不太好 叶璇笑道 他现在是我学生 黑袍人当即道 他先是燕族人 作为燕族人 家族培育了他 他也理当对家族尽责 你觉得呢 叶璇点头 是这样的 文言 黑袍人连忙又道 他作为神女 你当是奉我们信奉的神 当然 我理解 这在外界来看 确实有些不合理 但是 宇宙各地风俗不同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尊重别人的风俗文化 叶璇微微点头 有道理的 黑袍人继续道 我来找他 并未说就要伤害他 而你一言不合遂我肉身 是不是有些过分 叶璇笑道 是你要来舞的 当然 我承认 我出手有点重 但我确实不知道你 你这么弱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刚才我确实才出意成立 黑袍人脸庞一阵抽搐 他沉默片刻后 道 好 这算我的错 是我草率了 说着 他看向叶璇 回到刚才话题 既然你尊重我们的风俗文化 那是不是应该让他跟我回去 叶璇笑道 不能 黑袍人表情僵住 你是不打算讲道理了吗 叶璇笑道 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 过段时间 我与他一起回去 黑袍人看着叶璇 眉头微皱 阁下 你知道荒宇宙北边燕族吗 叶璇微微一笑 你是想告诉我你们很厉害吗 黑袍人神色平静 不敢 叶璇笑道 回去告诉你们燕族族长 改日我带着燕北来燕族 那时 你燕族来闻的 我就与你们讲道理 若是你们要来舞的 说着 他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黑袍人看着叶璇 若来舞的 你要如何 叶璇掌心摊开 黑袍人头顶的剑突然化作一道剑光落到他手中 他转身拉着燕北朝着马车走去 我无敌 你燕族随意 黑袍人 在黑袍人的目光之中 叶璇那辆马车缓缓朝着远处驶去 原地 黑袍人沉默片刻后 轻声道 年轻人 你对我燕族的实力一无所知 说完 他转身消失在星空尽头 马车上 燕北看着叶璇 你真的要与我去燕族吗 叶璇点头 燕北看了一眼叶璇 眼中复杂无比 叶璇放下手中的古籍 然后笑道 担心 燕族点头 我父亲是一个老顽固 而且 他对古神极为忠诚 不仅他 我古族的强者对那些古神都极为忠诚 你想改变他们的想法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叶璇微微一笑 没事 到时你一切交给我便是 燕北看了一眼叶璇 微微低头 不知再相识很慢 叶璇突然掀开帘子 他看向远处蓝天白云 轻笑道 逃避不是解决办法的 如果我没猜错 你虽不喜欢做神女 但你对你父亲以及你的族人 还是有感情的 对吗 燕北点头 如叶璇所说 他虽然不想去做什么神女 但他却想回去 毕竟 燕族是他的家 叶璇收回目光 他看向燕北 既是有感情 那我们更应该与他们谈谈 谈好了 大家还是一家人 你说呢 燕北看向叶璇 你知道吗 他们只尊重有实力有背景的人 你这一去 就算你个人实力再强大 他们也不会真正正是你 叶璇突然看向燕北 他微微一笑 他轻轻弹去燕北肩膀上的发嘶 然后笑道 莫要与我说背景家事 燕北有些不解 为何 叶璇摇头一笑 因为我的背景家事 真的无敌哈 燕北瞪了一眼 叶璇 你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有时候爱吹牛 这个习惯可不好 叶璇表情僵住 不得不说 叶璇着实有些无语 他发现 他就不适合说真话 是真没人信啊 这时突然下起雨 马车外 雨越来越大 叶璇也没有在看书 而是在与燕北聊天 燕北坐在叶璇身旁 他脑袋靠在窗边 他看着窗外的小雨 轻声道 我从未如此宁静过 说着 他突然转头看向叶璇 不知为何 待在你身边 我不仅感觉很宁静 而且还感觉很有安全感 叶璇轻声道 我有喜欢的人 燕北看着叶璇 那你还撩我 叶璇连忙道 我没有 燕北直视叶璇 那也是你的错 叶璇眉头微皱 为何 燕北脑袋突然靠在叶璇肩膀上 轻声道 你错就错在太优秀 不知不觉偷走了人家的心 你这个该死的通心贼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我有那么优秀吗 燕北微微点头 人帅 有钱 有学问 实力还强 而且是剑修 家是神秘 还体贴 说着 他转头看向叶璇 诸神宇宙 还有比你更优秀的男人吗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应该没有了 扑痴 燕北突然笑了起来 他白了一眼叶璇 还有一点 你脸皮有一点点厚 叶璇哈哈一笑 雨越来越大 从窗内往外看 视线一片模糊 离多久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叶璇看向远处 在马车前方不远处 那里站着一名老者 老者手中握着一把折扇 这老者 正是李雪的父亲李澜 一旋转头看向燕北 笑道 我们下去吧 燕北却是摇头 你下去吧 我在这里看看书 叶璇点头 好 燕北看着远处走去的叶璇 他掌心摊开 一枚浮露出现在他手中 看着雨中的叶璇 燕北目光渐渐模糊 好似也下起了雨一般 声如文纳 我知道你很厉害 很厉害 可是我不能让你与我去燕足 也许燕足没有你身后的势力强 但我不敢赌 真的不敢赌 因为若赌输 你会死的 说着他眼眶之中 泪水仿若窗外的雨一般 越来越大 燕北看着远处夜旋 他脸上泪水如绝堤 但却在笑 这些时日来 我都觉得荒诞 因为我从未想过我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喜欢上一个男子 可是喜欢就是喜欢 他真的不受控制呢 我能怎么办 说着 他的笑容突然变得苦涩 可是 你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言到此处 他的心突然间犹如针扎一般 当你说你有喜欢的人时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有多痛吗 你体会过吗 你应该没有体验过 你那么优秀 你喜欢的人 肯定也喜欢你 为什么不是我早遇到你 为什么 说到这 他目光渐渐变得茫然起来 他右手紧紧捏着手中的那张浮路 让我再多看你一眼 就一眼 远处 叶璇缓步走向李兰 见到叶璇走来 李兰连忙赢了上来 而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停下脚步 他猛的转头 他目光直接落在马车内 而此刻 马车内已空空如也 走了 叶璇愣住 沉默片刻后 叶璇摇头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说完 他转身朝着李兰走去 既是你的选择 那我尊重你的选择 他放弃了前往神山燕族的想法 第2309章大佬 但没走两步 叶璇又停了下来 他为何要突然走 叶璇眉头皱了起来 片刻后 他右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这丫头是怕连累他 所以才决定自己主动回燕族 念至此 叶璇低声一叹 傻丫头 这时 李兰快步走到了叶璇面前 恭敬到叶公子 对于叶璇 他自然是尊敬的 一个能够拿神道法典做赠礼的人 会是一般人吗 而且 之前严加服软的事情 他已经得知 很显然 这叶公子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 叶璇看向李兰 微微一笑 前辈 我有一些事要处理 改日再来拜访 见谅 李兰连忙问 可有需要帮忙的吗 若有 叶公子尽管吩咐 叶璇笑道 我要去打架 李兰问 打谁 我人多 叶璇微微一笑 荒宇宙神山燕足 李兰表情僵住 叶璇哈哈一笑 前辈 帮我照顾一下我的马 说完 他转身欲见而起 眨眼间便是消失在星空尽头 李兰看着眼前的马车 清空之中 叶璇突然停下 他掌心摊开 玄天令出现在他手中 他催动玄天令 片刻后 南庆出现在叶璇面前 见到叶璇 南庆当即深深一礼 叶璇 叶璇神色平静 荒宇宙在何处 南庆当即到 马上安排 说完 他转身离去 没多久 南庆又出现在叶璇面前 他掌心摊开 一枚纳戒飘了出去 很快 一座巨大的传颂阵出现在叶璇面前 他直接把这传颂阵从仙宝阁搬到了叶璇面前 与此同时 九名之旋竟强者出现在场中 南庆微微一礼 叶璇 我诸神宇宙仙宝阁分会所有强者已到 若是觉得叶璇觉得不够 我立即从别的宇宙调强者过来 叶璇看着南庆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南庆道 不知道 反正 叶璇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叶璇微微一笑 好意心领 不过 我一人便足矣 说完 他直接进入那传颂阵 消失不见 原地 南庆脸色呼的一变 当即道 走 去荒宇宙 南庆身旁 一名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会长 叶璇不是说 不要我们吗 南庆怒道 笨 叶璇说不要 我们就不去了吗 叶璇明显是去打架的 他也许不要我们帮忙 但是 我们不能不去 明白吗 老者 眉头微皱 为何 南庆低声一叹 你别光修炼 没事跟夜少一样 多读读书 老者 南庆 审声道 他可以不要 但我们不能不去 就像世俗送礼请客吃饭一样 人家要不要来吃 那是人家的事 但你必须要做到位 做不到位 哼 网小的说 那是不懂人情世故 网大了说 那就是断了自己未来的路 懂吗 老者 南庆没有再废话 直接进入传送阵 原地 老者沉默片刻后 然后轻声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婚了这么多年 任劳任怨 做牛做马 但奉路却还没有你高的原因吗 说完 他摇头一探 然后连忙跟着身旁一众强者进入了传送阵 荒宇宙 不知过了多久 叶玄缓缓睁开了双眼 当他睁开双眼的那一瞬间 他人在一处山谷之中 在这座山谷内 他看到了数百座传送阵 这应该是情观建立的 叶玄有些头疼 他突然忘记问那神山雁足在何处了 就在这时 一旁传送阵突然颤动起来 下一刻 一颗血淋淋头颅飞了出来 一旋转头看向那座传送阵 很快 那颗头颅之后 一名女子缓步走了出来 女子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 身着一袭黑色长裙 裙居上绣着鲜红的点点梅花 若是细看便会发现 那是鲜血 他长长的头发高高扎起 被一血红色丝带束着旋于脑后 犹如马尾 他那双眉毛 飞画似画 眉毛之下 一双冰冷如水的眼睛 看人一眼 就让人如坠冰窖 彻鼓寒 在他腰间 撇着一柄弯刀 弯刀的刀柄处 系着一个拇指大的雪红色葫芦 女子走出来后 她看了一眼叶玄 神情冰冷 一丝感情也无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姑娘 神山雁足在何处 女子看着叶玄 不说话 叶玄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转身离去 这女人一看就不是个善茶 还是别招惹为好 就在这时 那女子突然指着右边 叶玄转身看向女子 右边 女子点头 叶玄微微点头 多谢 说完 她一见而起 眨眼间便是消失在天际尽头 但就在这时 她突然转身 她发现 方才那女子就跟在她身后 叶玄眨了眨眼 你跟着我做什么 女子看了一眼叶玄腰间的笔 然后又看向叶玄 同路 她的声音很冷 彻骨的那种冷 听着很不舒服 同路 叶玄看了一眼女子 然后道 你不会是想打劫我吧 女子看着叶玄 她指了指叶玄腰间的大道笔 我玩玩 叶玄心中有些震惊 这女人竟然要大道笔 她认出这是大道笔了 很快 叶玄摇头 否定了这个念头 大道笔到目前为止 好像就秦官认出来了 这女子应该只是感觉到了大道笔的不简单 念至此 叶玄看向女子 她摇头 不能 女子双眼微眯 她左手放在了刀柄上 一瞬间 一股恐怖的刀是直接笼罩住叶玄 叶玄眉头微皱 半步动玄 因为有大道笔 因此 她能够看清楚这女子的境界 女子看着叶玄 但却没有动手 似是有些忌惮 叶玄没有理女子 转身消失在天际尽头 女子犹豫了下 然后连忙跟了上去 神山 在整个荒宇宙 大小势力无数 但若说最强 当属南边修罗成与神山雁族 神山雁族 信奉古神 而对于所谓的古神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存在 只知道 这些古神都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赶往神山的途中 叶玄转头看了一眼那女子 女子还在跟着她 叶玄想了想 然后停下来 她一停下来 那女子也停下来 叶玄缓步走向女子 女子看着叶玄 双眼微眯 一瞬间 她裙摆上的那些血色梅花 竟然旋转起来 刹那间 天地间 时空竟然出现错乱 叶玄心中一惊 这女人好猛 叶玄突然拿下大道笔 随手一挥 定 轰 一瞬间 四周错乱的时空技术恢复正常 大道笔 见到这一幕 那女子眼瞳咒人一缩 眼中出现了一丝忌惮 叶玄看着女子 你知道抢东西是不好的吗 女子死死盯着叶玄手中的笔 不说话 这时 叶玄已经走到女子面前 女子死死握着手中的刀 她很戒备 只要叶玄稍有一动 她就会出刀 叶玄看了一眼女子手中的刀 然后道 你的刀能给我玩玩吗 女子双眼微眯 眼眸之中闪过一抹杀意 叶玄当即道 你看 你的刀都不愿意给我玩 你却要我的笔 你觉得这正常吗 做人 要将心比心 你 女子突然拿下腰间的弯刀 然后递给叶玄 叶玄表情僵住 卧槽 你这么不按套路来的吗 看着女子递过来的弯刀 叶玄沉默 女子看着叶玄 不说话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我可以给你玩玩 但是 只是玩玩 而且 你还要帮我做一件事 女子点头 可以 叶玄点头 跟我走 说完 她转身离去 此去神山雁足 怕是无法善了 这女人 一看就是打架好手 多带个帮手 有备无患 刺事想到什么 她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女子 我可能要跟燕祖打架 你怕不 女子看着叶玄 不怕 叶玄微微点头 那走 说完 她遇见消失不见 女子连忙跟上 没多久 叶玄跟着女子来到了神山 神山高达数万丈 直入云霄之中 普通人从下往上看 根本看不到头 神山脚下 叶玄抬头看向山顶 就在这时 一名黑袍人出现在叶玄面前 正是当初她遇到的那黑袍人 而此刻 黑袍人肉身已经恢复 黑袍人看着叶玄 我没有想到 你真的会来 叶玄笑道 我要见燕北 然后带她走 黑袍人摇头 我若说不呢 叶玄笑道 你的话 代表燕祖不 黑袍人点头 能 叶玄想了想 然后笑道 我最近读书很多 不想发脾气 黑袍人看着叶玄 我想想 渐渐你发脾气 叶玄点头 好 声音落下 她掌心摊开 渐来 嗡 突然间 四周时空剧烈一颤 紧接着 无数饼剑自诸天万界穿梭而来 眨眼间 叶玄身后 那片天际便是已聚集了数百万饼剑 一瞬间 整个神山震惊 女子看了一眼叶玄 没有说话 神山脚下 叶玄气息通然间暴涨 一瞬间 她的气息直接从支悬变成了洞悬 而且 气息还在疯狂暴涨 强大的气息宛如一道风暴瞬间席卷整个神山 这一刻 整个神山燕族所有强者都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 好似要窒息 叶玄看着面前那已经实话的黑袍人 笑道 见过这么年轻的洞悬镜吗 黑袍人颤声道 没 叶玄微微一笑 她轻轻拍了拍黑袍人肩膀 三溪 三溪内 我见不到燕北 我就开始徒足 徒足 真是能吹牛逼 就在这时 一道大笑声突然自神山之顶传来 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 下一刻 一名老者急奔而来 神山燕族强者 而且是洞悬镜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持一笔一挥 一道笔风斩出 诗 天际 那刚出现的洞悬镜老者脑袋直接飞了出去 直接秒杀 叶玄面前 那黑袍人突然双腿一软 直接跪下 颤声道 大佬 小姐马上就出来 第2310章 我叫叶玄 求真对 洞悬被秒杀 这一刻 整个神山燕族所有强者直接猛逼了 那可是洞悬啊 就这么被秒杀了 而且 是直接被硬生生抹除了 叶玄面前 黑袍人已经吓尿了 真的吓尿了 那是直接秒杀洞悬镜啊 这得多恐怖的实力 叶玄身后 那女子死死盯着叶玄 不对 应该说 她是死死盯着叶玄手中的笔 她那冰冷的目光之中 还有深深的忌惮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自远处缓步而来 来人 正是北燕 见到燕北 叶玄心中一松 她就怕遇到那种狗血的剧情 比如 当她来时 燕北被怎么怎么了 还好 大道笔没有乱来安排 大道笔 见到叶玄 燕北微微低头 轻声道 你来做什么 叶玄走到燕北面前 我不是与你说了吗 我陪你来燕足 为何不相信我 燕北轻声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叶玄笑道 现在知道了吗 燕北抬头看向叶玄 你来找我做什么 你都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叶玄眶眉头微皱 我可以多喜欢几个啊 众人 燕北瞪了一眼 叶玄 你怎么可以这样 叶玄微微一笑 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让我先与你的家族谈谈 说完 她转身看向一旁还跪着的黑袍人 你代表燕足吗 黑袍人连忙摇头 不 我级别不够 族长跟你谈 叶玄点头 好 让你族长出来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自一旁走来 来人 正是燕足的族长燕南 燕南看着叶玄 眼眸深处有着一丝忌惮 阁下怎么称呼 叶玄笑道 官玄书院 叶玄 燕南审声道 我燕足与阁下无冤无仇 叶玄摇头 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来此 侍卫燕北 燕南看向叶玄 叶玄笑道 我要带她走 燕南沉默片刻后 道 我可以拒绝吗 叶玄咧嘴一笑 你可以试试 燕南 黑袍人通然道 阁下 我们可以讲道理 叶玄看了一眼黑袍人 今天我不想讲道理 黑袍人 叶玄看向燕北 我们走吧 燕北有些犹豫 一旁 燕南通然道 阁下 你实力强 我燕足不敢阻你 但你可知 你若带她走 会给我燕足 带来灭顶之灾 叶玄眉头微皱 什么意思 燕南低声一叹 阁下应该知道 我燕足信奉古神 而每隔十年 我燕足都需要向古神献祭神女 一旋看着燕南 有些不悦 所以你就让你女儿做神女 你比我爹还变态 金山男子 燕南苦笑 并非是我想让燕北做神女 而是古神选中了他 一旋看向燕北 燕北微微点头 一旋神色见冷 什么古神这么变态 闻言 燕南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阁下 慎言 叶玄面无表情 你们所说的那古神在何处 我来与他谈 燕南犹豫了下 然后道 你确定 叶玄点头 燕南当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到山顶谈 叶玄点头 众人朝着山顶走去 路上 燕北突然看了一眼 叶玄身后的那女子 然后道 她为何跟着你 奕玄有些诧异 你认识她 燕北点头 她是修罗城的秀范 与修罗城闹矛盾 离开了修罗城 修罗城 一旋转头看了一眼秀范 她没有想到 这女子竟然是修罗城的 就犯神色平静 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众人已经来到山顶 在燕南的带领下 奕玄来到一处祭坛前 在那祭坛之上 有一尊巨大的调子 这雕像 这雕像手持长矛 不怒自威 燕南对着雕像 攻进衣里 然后转身看向叶玄 叶玄 叶玄缓步走到那雕像面前 这时 那雕像突然微微一颤 下一刻 那雕像竟然睁开了双眼 雕像目光直接落在叶玄身上 她看着叶玄 目光默然 就像是在看蝼蚁一般 见到这尊雕像 睁开双眼 场中 那些燕族 强者脸色皆是巨变 当下缓缓跪了下去 燕北犹豫了下 然后转头看向叶玄 叶玄微一笑 见到叶玄的笑容 燕北心中莫名的心安 她紧紧拉着叶玄的手 这一刻 眼前这尊骨神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 这时 那骨神突然开口 你见我 不跪 对叶玄说的 叶玄看向那尊骨神 笑道 我见我爹都不跪 你算老几 金山男子 骨神双眼微眯 下一刻 天际突然暗了下来 紧接着 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席卷而下 这时超越了洞玄境的气息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掌心摊开 一柄箭冲天而起 轰 一箭破苍穹 随着这一箭冲天而起 天际那股恐怖威压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 斩虚 见到这一幕 那股神眉头微微皱起 她正要说话 一箭突然刺入她眉间 轰 雕像剧烈一颤 然后逐渐军裂 叶玄拉着燕北转身离去 身后 那股神突然开口 不尊神 亵渎神 我说你只是大道气韵加身 就算大道比本尊护你 你也必死 大道比 叶玄突然停下脚步 她轻笑 神 真是可笑 不过是一群实力强大一点的生灵罢了 古神声音越发冰冷 你敢质疑古神 叶玄转头看向燕北 你曾经也信仰这所谓的古神吗 燕北点头 叶玄微微一笑 现在起 我给你换一个神 你可以信仰他 燕北有些好奇 谁 叶玄嘴角微仙 我家亲儿 从今天起 你就跟我信仰他吧 燕北犹豫了下 然后问 他有多厉害 叶玄眨了眨眼 别问 问就是无敌 说完 他拉着燕北朝着远处走去 这时 叶玄突然转头看向燕南等人 笑道 你们也可以信仰亲儿 文言 燕南脸色瞬间巨变 他看了一眼一旁那已经彻底军裂的古神雕像 深深衣礼 猛磕头 我燕族只会信仰一位古神 永生永世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错过了什么机会 听到燕南的话 叶玄微微一笑 然后拉着燕北离去 这时 燕南突然道 此刻起 燕北不再是我燕族人 燕北身体微微一颤 叶玄转头看向燕北 笑道 过不了多久 当你在归来时 燕族当以你为荣 相信我 燕北微微点头 两人离去 那古神突然道 你 叶玄突然转头 目光如冰 你不要给我废话 我欢迎你来搞我 我叫叶玄 求真对 声音落下 他突然一箭斩出 哼 那尊雕像直接化作虚无 燕族重强者 叶玄无视重人 带着燕北以及那秀范离去 离开燕族后不久 一名美妇突然出现在叶玄三人面前 见到这美妇 燕北当即走了过去 她拉住美妇的手 轻声道 娘 美妇替燕北整理了一下耳边凌乱的秀发 她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叶玄 可以聊聊吗 就我们两个 叶玄微微一笑 当然 美妇与叶玄朝着远处走去 美妇突然道 你秒杀了一位洞玄境 叶玄点头 美妇转头看向叶玄 一位鼓神 不是一位洞玄境能够比的 叶玄点头 我知道 美妇看着叶玄片刻后 道 你很自信 也很风度翩翩 难怪她会喜欢你 叶玄沉默 美妇又道 你会对她好 对吗 叶玄点头 会 美妇指示叶玄 这算是承诺吗 叶玄微微点头 算 美妇轻笑 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有实力 有自信 有人格魅力 难怪她会喜欢你 可是 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希望她不要喜欢上你 叶玄看向美妇 美妇轻声道 因为似你这种人 身边女子肯定不会少 叶玄沉默 美妇转头看向叶玄 笑道 看来 我说中了 你喜欢的女子 肯定不止一人吧 叶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这都怪我父亲 美妇眉头微皱 你父亲 叶玄点头 认真道 她搞了个什么风魔血脉 拥有此血脉之人 生性多少有些风流 哎 我许多时候 也是有些身不由己 说着 她直接激活了风魔血脉 风魔血脉 青山男子 当见到叶玄血脉时 美妇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你这血脉好生可怕 我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力气与煞气 叶玄连忙点头 是的 是的 因为这血脉的缘故 因此 我许多时候会控制不住的风流一些 哎 我有点烦恼 风魔血脉内心忍不住怒道 我好像只会让你疯 让你磨 没有让你色疤 戏